现在我们看看输入买卖指示的简单步骤 除了直接输入客户编号之外 我们也可以按点键打开客户清单 其中会列出所有当前AE所负责的客户 我们可以在这里选择为哪一个客户落单 然后在下面这一格输入股票编号 选择买或卖 再输入价格 和交易股数 检查一下买卖便条上面显示的资料是否正确 如果没问题的就可以选择交易确认类别 我们试选yes 正常情况之下 这条指示会显示在盘子里面市场中交易之中 代表它已经挂在市场里面等候成交 而在成交之前 我们还可以double click这条指示 作出修改 甚至将它取消 至于已经成交了的买卖 就会自动移到过去 另一边的议员城交易之中